填滿,我發現怎麼都是C或D 我發現怎麼樣呢? 這個給的成績會不會太低了吧 這一班實際上起字班 現在應該沒有這種起,現在大家都 那個入取率超高的 聽說今年高職還不足了 還有很多學生是 很多學校是招不滿的 很多私立學校好像已經 可能即將面臨倒閉了 因為沒有學生了 幾乎百分之一百 所有學生都念高中 所有學生現在也知道 所有學生幾乎 大學入局我看也差不多百分之一百 現在很多學校好像也真的沒有學生了 反而老師太多了 所以很多老師很憂心忡忡 將來怎麼辦 可能就會中年失業的老師 流浪老師可能會越來越多了 因為太多老師了 所以最近去東南科技大學有一個 後來跳到 假如說我今天要做一個 亂數產生成績 因為這個成績太難看了 我想要重新再跑過好了 比如說全部 當然全部都加分也可以 你當然也可以想一個方法 如果全部照這樣的分數再加50分怎麼做 OK那另外我先講一下說 如果我要重新跑成績 基本分50分那怎麼做 方法很多 我一直強調說沒有標準答案 土法練竿可不可以 可以啊 有的人說啊對 每個加50分26再加 然後他就開始加了 這加完可能就太浪費 另外就是說呢 假如說我今天希望 用亂數全部重跑的話 我們上一期課有講過 用一個函數叫做rond rond 那你就打一個 這邊打一個r 對 rnd 這個 rnd 應該是 ra ok 這個應該是rand rnd 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呢 它就可以乱數 按確定之後 特別注意呢 它是產生 特別注意喔 它這個說明是 大於等於喔 等於0 就是最小它是0 最大多少呢 最大是小於1喔 也就是它不會等於1喔 最大就是0.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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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限的 不會等於1 所以呢如果今天要產生什麼 產生一個成績 是要50分起跳 一直到多少呢 一直到50分 一直到100分 那我要怎麼利用這個rand的函數幫我產生呢 特別注意喔 我現在按確定 後面呢 先加50 50分是基本分對不對 前面要怎麼做呢 要先乘以多少 因為它最小是0對不對 最大是多少 最大是50嘛 50加50加100分 所以如果說你乘以50 這樣子的話呢 會產生多少的分數呢 來自大便 都不會再等於1 15分